不一定有趣,但这里足够精彩 19-20赛季开始之前 景观胡仁引进浓眉组成沾眉组合 表面上看似竞争力十足 但由于快船的存在 当时那只胡仁并不是大多数人心中最有可能冲出西部的球队 可最终在詹姆斯加浓眉打出化学反应的背景下 胡仁不仅在常规赛中拿到西部第一 还在季后赛凭借沾眉组合的优势 击败开拓者 火箭 绝巾 热鹤 成功夺得了总冠军奖杯 20年季后赛的成功 更加坚定了胡仁以詹梅为何新打造争冠阵容的决心 尤其是在詹姆斯年龄建长 巅峰所剩不多的情况下 胡仁想要继续争冠就必须得持续补强 于是20年修赛期 胡仁管理层针对性引进了更具得分能力的施罗德 哈雷尔 以弥补达尼 格林 或华德等人进攻能力不足的缺陷 期待他们能够更好的辅助詹梅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 在针对性补强之后 由于詹梅受到反复伤病的影响 21年季后赛胡仁也紧走到首轮罢了 完全达不到外界对他们的预期 而这一年詹梅频繁的伤病 也让胡仁管理层意识到双合球队的局限性 21-22赛季强组詹梅梅三巨头 胡仁却连附加赛名额都拿不到 21年修赛期 胡仁以库兹马 波普 哈雷尔和21年22号签作为交易筹码 在一笔多方交易中得到微少 强行组成詹梅梅超级三巨头 其实得到微少之处 早已经有人意识到詹梅梅三巨头的不妥之处了 因为微少大包大揽的球锋 势必会影响到詹姆斯的持球威力 不擅长中远距离投射的缺陷 也必定会影响到浓眉的出手 影响到球队的进攻空间 这也是詹梅梅三巨头始终难以打出化学反应的根本原因 不过在三巨头正式联手之前 外界还是很期待微少成功转型增强防守 投射等能力 然后帮助胡仁重返争贯行列 可是在三巨头联手一个赛季之后 詹梅梅率队连附加赛门票都拿不到 且微少也并没有转型的趋势 21比22赛季的失败加微少无法转型 让胡仁动了交易微少的心思 毕竟微少的大包大揽于缺乏中远距离投射 不仅难以让詹梅梅三巨头打出化学反应 更严重制约了胡仁的上限 若把微少换成欧文的话 到时不仅能够最大程度发挥詹姆斯加浓眉的个人能力 甚至欧文还能够用高效的进攻强行拔高胡仁的上限 相比之下 如今的欧文确实比微少更加适合詹梅 也更适合胡仁体系 再加上如今联盟中胡仁很难找到第二家愿意接盘微少 还付出一位正直当打之年的巨星及球星 所以交易微少得到欧文 似乎成了当前胡仁破局的关键 那么明知欧文比微少更适合赞美 为何胡仁却不着急得到他 也欧文的伤病使家搞事实 令人望而却步 骑士时期的欧文虽然也无法保持健康 但他缺席的比赛却并不多 而就在离开骑士加盟绿凯后 欧文迎来了伤病潮 首赛季因鼓四投机 肩部和膝盖伤势缺席41场比赛 第二个赛季也因臀部 膝盖和大腿伤病缺席了15场比赛 且在加盟拦网之后 欧文也未能一直保持健康 19-20赛季因肩伤缺席56场 20-21赛季则因缴环 背部伤势及私人事物缺席21场比赛 本以为经过休赛期的休息调整 欧文能够在21-22赛季摆脱伤病对他的困扰 联手杜兰特 哈登率领蓝王打出更具竞争力的表现 可没想到上赛季 欧文早早便因为拒绝一秒而无法上场比赛 如果说欧文频繁的伤病时 就已经很令人犹豫了 要是在加上进两个赛季以来 欧文表现出来的稿式属性 联盟更没有哪支球队敢轻易接盘他了 毕竟谁都不愿意付出大量筹码 却得到一位伤病缠身家无法保证上场的球星 啊 执行球员选项后 欧文合同仅剩下一年 今年休赛期一开始 即使欧文更想要得到一份长期顶新合同的 只不过由于欧文伤病时加稿事实 联盟并没有球队愿意为他开出一份长期顶新合同 且不说欧文目前的状态如何 以他的伤病时加稿事实 要是还给他一份长期顶新合同 也只会让他愈加无法无天 除非在合同中加上出场次数的附加条件 否则根本没有球队愿意给欧文长期顶新合同 没有收到满意的长期合同报价 这是欧文执行球员选项的主要原因 不过执行球员选项之后 也意味着明年欧文将成为自由球员 如果今年胡人真的付出大量筹码得到他 明年一旦欧文拒绝续约 胡人也只能落得一个鸡飞蛋打的下场 撒 胡人想要压价 想用更低的筹码拿下欧文 其实在胡人张薇梅三巨头合作失败 又有可能得到欧文的时候 外界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笔必成的交易 因为在杜兰特申请交易之后 蓝网留下还剩一年合同 再深的欧文也没什么作用 还不如用他换回重建的筹码 而胡人占为梅三巨头组合失败之后 就算他们留下微少 明年胡人的结果也是能够预见的 而要是微少 欧文完成互换 蓝网能够得到重建筹码 胡人则能够继续冲击总冠军 双方可谓是各取所需 这本来应该是一笔一蹴而成的交易 可问题就在于胡人想要继续压架 想用更低的筹码得到欧文 最好是微少加一个手轮 而蓝网却索要更多的手轮签 综上所述 由于欧文的伤病时加稿事实 仅剩下一年合同在身 导致联盟各队对欧文兴趣大减 也正因为如此 胡人并不急着得到欧文 就像当年蓝网得到哈登一样火箭松口 如今这只胡人不着急得到欧文的背后 其实也在等蓝网松口 都兰特提出交易请求 可谓是引发联盟大震荡 半数的球队已经与蓝网进行了交易谈判 尽管如此 截至目前似乎没有一支球队提出了能激起蓝网兴趣的报价 前几日 凯尔特人用杰伦 布朗加德利克 怀特和一个手轮签报价杜兰特 被蓝网拒绝 随后蓝网给出心目中的报价 杰伦 布朗 加斯马特加选秀拳 以及一名轮换级别球员 显然 蓝网的狮子大张口下退了很多杜兰特的追求者 不过 美媒FWA报道 孟菲斯灰熊也有一家入杜兰特的争夺站 他们有意打造双特组合 而灰熊为杜兰特开出的交易报价为小 贾伦 杰克逊 迪隆布鲁克斯 及埃尔威廉姆斯 杰克拉拉维亚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7年 2029首轮选秀拳 那么这笔9换1的重磅交易一旦达成 对于两支球队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 双兰特组合将使灰熊成为西部的强队 这笔交易会让灰熊立刻变成一支争冠级别的球队 为了得到杜兰特 灰熊队虽然送出一些年轻球员 以及几乎掏空未来的选秀权补偿 其中 灰熊还把一个顶级的篮筐保护着小贾伦·杰克逊 一个稳固的双向边风迪龙布鲁克斯 以及两个有前景不错的威廉姆斯和拉拉维亚交易到篮网 而五个首轮签中 2027年和2029年的选秀权可能特别有价值 不过 灰熊队还保留了贝恩以及布兰登克拉克等实力型球员 贝恩是一名精英级三分射手 而克拉克是一名运动型大个子 擅长抢篮板与篮下终结 杜兰特将是莫兰特之外的另一位进攻顶级终结点 也将灰熊的上线提升为总冠军级 而交易得到杜兰特 将最大限度地提高灰熊在莫兰特时代的竞争能力 篮网队获得了优秀年轻球员以及喜人的首轮签补偿 篮网在这笔交易中获得一些可以帮助他们迅速完成重建的年轻球员 小贾伦杰克逊是一个全能的防守型大个子 他能利用他的外线投射威胁去持球突破一些大个子球员 同时他还是一个出色的篮筐保护者 也能在外线跟住小个子球员 整体而言他是个出色的防守者 小贾克逊在今年的季后赛中 三分命中率高达37.5% 场均投计2.5个三分 这让他具备提升球队进攻空间的能力 显然他未来能成为一个明星球员 迪隆布鲁克斯有着很强的极战力 单打能力出色 远投命中率也相当不错 而迪隆最大的价值在于他具备换防制外线的能力 威廉姆斯也是一名稳定的外线防守者 而拉拉维亚在大学时期就以擅长三分投篮而闻名 他们都是值得培养的新人 篮网在这笔交易中 获得最有吸引力的筹码是五个不受保护的首轮签 这些首轮签将给篮网的未来带来灵活性 篮网可以通过选秀或交易来建立一支顶级球队 总体而言 这笔交易让篮网在失去杜兰特时得到最可观的回报 对于辉雄这样的小球士来说 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吸引杜兰特这种级别的巨星加入 如果通过交易能得到 付出再多的牺牲也值得尝试 毕竟现阶段莫兰特还很年轻 而且有莫兰特在 灰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会保持较强的战斗力 但是他们的实力想冲冠显然很难 而杜兰特的加盟无疑会明显提升灰熊争冠的概率 而等杜兰特四年合同结束后 莫兰特届时也成为联盟顶级的超级巨星 灰熊可以继续围绕着莫兰特进行招兵买马 大家怎么认为呢 好了 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 订阅 我是砍球爷 咱们下期再见